特别注意就是侧点你一定要给方向 如果你用意式立体往上跟我们要往右 那这边的话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外面的这个圆的半径是直径是这样 149.5 然后呢 0.2 0.4到0.8 所以里面要画那当然 最快的方法当然你就是 用侧点往上在什么 C enter 之后 0.2 0.4 0.6 0.8 那再来画完就是怎么做出来呢 其实就是什么 切切什么 半 对 然后有一总共有这边有四 四个 另外一边你当然在切切半 不过你可以用什么 镜色 镜色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另外一边就做出来 再把不要的线段删除 这个就做出来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再来这个地方我画一点 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 这边一样 d enter 因为他是直径 149.5 enter 那再来测点比较困难一点 测点是在下方 点一下之后 没有会出现蓝色的点 再点一下这一点是我要的测点 按右键 会出现一个比例 比例 比例之后的话呢 一样 c enter 因为我要复制 复制 那往上复制 所以记得方向给他 不过像这一体 方向很不容易出现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再把它缩小一点点 给他 或者是你 游标稍微停在这个点上面 或者稍微停在 有没有 最上面那个点 只要出现向上方向的这个就可以 然后就输入了 0.2 enter 0.4 enter 0.6 enter 0.8 enter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再把它按escape 跳开 跳开之后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再把它往前推 就会出现了 那这个这一体比较难一点 比较会容易出错的地方 就是说那个 你测点的方向 如果你没有给他 可能会跑到不一样的方向去 好了 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呢 绘制里面的切切半 有没有 他给我们半径是12.5 所以你这边的话 点切切半 12.5 enter 那底下 他没有比较快 他没有办法自己产生 所以按右键 重复切切半 切 切 12.5 那变成你这边要 按右键比较快 重复切切半 当然你也可以在点上面的功能 不过应该没有按右键来的快 按右键 重复切切半 然后 切切半径 12.5 那做一边之后 另外一边就不用做了 进射比较快 进射 选一二三四个 对不对 按空白键 然后呢 这边往下拉 只要拉垂直方向 或者选到下面这一点也可以 然后点一下 按空白键 另外这边的话 我们就是 把这些小圆通通选起来 用实现的方式把它选起来 然后再去点那个修剪 再去 有没有设起点啊 终点对不对 那这个范围之内的 这几条线 这样会比较快一些些 那里面的线段 按空白键一下 结束之后 再点一下 细部的修剪 修剪 空白键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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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也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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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画完了 OK 反正 就这样子 那回去的话 自己再做多做几次就可以了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最后把这一题讲到 我们今天讲到38题 38题 那如果一些细节实在不懂 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要花时间 反复练习